胆囊炎,一个可能让你痛得无法直立的问题,是胆囊受到感染或炎症的疾病,全球范围内每年有数以百万剂的人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这种疾病如果未得到正规的治疗,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1.胆囊炎的成因 胆囊炎的成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胆时症,这是最常见的胆囊炎的原因 胆时是由胆固醇或胆炎凝结形成的硬块,它们可能会阻塞胆囊,阻止胆汁的排泄,引起胆汁滞留并导致炎症 2.胆囊滞留,这也是引发胆囊炎的重要原因 胆囊滞留可能是由于胆囊功能障碍,肌肉症磷或胆囊肿瘤造成的 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胆汁在胆囊中滞留,从而引发炎症 3.感染某些细菌或病毒可能通过血液或淋巴系统进入胆囊,导致感染,进而引发胆囊炎 此外,如果有胆时存在,感染的风险将更高,因为胆时可以提供一个细菌滋生的环境 4.创伤或手术,胆囊或胆道的创伤或手术可能会导致胆囊炎 这是因为这些情况可能会导致胆囊的损伤或胆汁的滞留 5.免疫系统疾病,某些免疫系统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和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可能会导致胆囊炎 2.胆囊炎的症状,胆囊炎的症状可能因人而异,但以下是最常见的一些表现 1.右上腹痛,这是胆囊炎最常见的症状,痛感通常位于右肋下,可能辐射到右肩或背部 疼痛可能突然开始,持续几小时 2.恶心和呕吐,这些症状通常与腹痛同时出现 3.发热,许多胆囊炎患者会出现发热和寒颤 4.黄胆,胆囊炎可能会导致胆汁在体内积聚,使皮肤和眼睛变黄 5.腹部肿胀,由于胆囊炎引起的炎症和感染,患者的腹部可能会出现肿胀或胀痛 6.食物不耐受,一些患者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能容忍特定的食物 特别是高脂肪的食物,这是因为胆囊负责存储胆汁 而胆汁则有助于消化脂肪 3.胆囊炎的诊断 诊断胆囊炎通常需要通过病史询问 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 医生可能会问及疼痛的性质、位置和持续时间,以及是否有其他症状 体格检查中,医生可能会触诊腹部,寻找疼痛的位置和胆囊是否肿大 实验室检查通常包括血液检查和肝功能测试 血液检查可以帮助医生判断是否有感染或炎症 肝功能测试可以检查胆汁排泄是否正常 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检查、CT扫描和MRI 这些检查可以帮助医生看到胆囊的形状和大小 以及是否有胆势或其他肿瘤 4.胆囊炎的治疗 胆囊炎的治疗通常取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患者的总体健康状况 治疗方法可能包括 1.药物治疗 如果胆囊炎是由感染引起的 医生可能会开出抗生素 止痛药也可能被用于控制疼痛 2.手术治疗 如果胆囊炎是由胆湿引起的 并且症状反复发作 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胆囊切除术 胆囊切除术是一种常见的手术 历史悠久并且非常安全 在手术中 医生会小心地切除胆囊 并保证胆汁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流入小肠 3.非手术食物移除 在一些情况下 如果患者不能接受手术 医生可能会选择通过内径逆行胆管造影ARC 来移除阻塞胆囊的胆识 5.预防胆囊炎 预防胆囊炎主要涉及到生活方式的调整和管理潜在的健康风险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 1.保持健康的体重 肥胖是形成胆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胆识是引起胆囊炎的最常见原因 通过合理饮食和规律的体育活动 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 2.健康饮食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饮食可能增加胆识的风险 建议增加蔬菜、水果和全穀物的摄入 减少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 3.避免快速减肥 过快的减重可能导致胆固醇水平的升高 从而增加胆识的风险 如果需要减肥 应采取健康、稳定的方式 4.规律运动 规律的体育活动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 减少胆识的风险 5.控制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形成胆识 如果你有糖尿病 应该严格控制血糖 遵循医生的指导 6.总的来说 预防胆囊炎的关键 是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 来减少胆识的风险 如果你有胆囊炎的高风险因素 如肥胖、糖尿病或家族史 应该定期进行体检 并遵循医生的建议 胆囊炎是一个常见但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胆囊炎的症状 应立即就医 通过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大多数胆囊炎的患者都可以完全恢复 避免严重的并发症 同时通过改变生活方式 我们也可以降低患胆囊炎的风险 记住保持健康的体重和健康的饮食 是预防胆囊炎的关键 感谢观看